袁文再讀書接上一回,話說張寮叫夏侯敦上前去對付張飛,夏侯敦,靈頭令到好像貨狼鼓那樣,說他慢慢上不去。 張寮不知不知道他為甚麼上不去,夏侯敦就說,不怕告訴你,上一次我在博王波逃出來,在安領道遇到這個黑炭頭,是我洗脊子騙了這個猛人,我才跑得掉,他爭我爭得哭死,我上去多多都不夠死。 現在,張寮聽了之後,都覺得好笑,你都算是好事多為,那你和仲康在這等著,等我上去試試看,看你夠不夠暈。 一如這樣說,一如這樣說。 張寮點馬上前,來到博寧道口,他就立著馬,銀槍一架,就對張飛拱手說,千年三將軍,沒將張寮有賴。 三將軍一看,來者是張寮,他張手一一一就說,不然你是小將嗎?算了,不用這麼好賴。 張寮一清心想,不是吧?我大你幾歲,見我小將?張寮有所不知,張飛繼年紀,有他的特殊方式。 但凡凡,你一百歲,無用的,他自稱老張,其他任何姓張,話知你什麼年紀,他都是叫你小將,就好像他是張氏門中的祖宗似的。 張飛離真馬,照樣,有話就說,有屁就說。 呃,三將軍,沒將張寮,在新野城中作孔明淺山的埋伏。 剩下三萬殘兵走過白河,又遇到寧卿雲牆,給他白河用水,三萬人馬,全部重請光。 因而,末將和寧卿是孤舊禮,所以雲牆就放了我們三個。 我,現在在這裡遇到三將軍,不知三將軍可不可以逼返過什麼呢? 這樣啊! 張飛聽了張寮的一番話之後,他橫眼一瞳,當時小口細細地說了。 哈哈哈哈! 想! 那你,清野! 我一個人都肯放過你。 那若果我在這裡抓你,趕不過去啊,是吧? 張寮一聽,啊! 還算賣賬,離堂沒有死了。 他立刻說,呃,就這樣,請三將軍讓讓路啊。 啊! 慢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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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急著做什麼啊? 呃,呃,三將軍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朝陽! 你想過去的話,可以! 你和許廁都可以過去! 但是,就有一個條件。 你們就找一條繩,將夏侯敦上來,讓他請來陸章的馬前。 陸章就幫你們兩個走,保證不算你們一條頭髮絲。 張寮一聽,天泥掌匪,是要用夏侯敦來屬自己兩個,張寮心臨。 啊! 本來夏侯敦這傢伙,是不值得撐的了。 只說到底嘛,我們都是自己人。 若果我敢做了吧,回到丞相面前,我亦是沒得交差。 但是,和張寮一談不賣的吧。 怎麼算好呢? 啊! 有了! 有了! 他亦是頭大無腦,我一如哄著他閃。 想到來這裡,張寮說了。 啊! 好! 三將軍,請你稍等片刻,張寮許許就來。 啊! 啊! 說完,張寮立刻圈轉碼頭,走回到原來的地方。 夏侯敦,見張寮回來,急急就問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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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寮就說了。 三將軍,非常通氣啊。 啊! 他聽見我說,雲長都放我們了。 他亦一口答應,就放了我們了。 啊! 啊! 後生一聽,哇! 開心到他死了。 啊! 啊! 可以啊,文宇! 可以啊,文宇!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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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要拖? 我們 一起走吧! 啊! 這樣。 我 mother 還有,我沒有說完。 只是我和眾康 boleh過去而已。 那麼,那我就別處了。 那麼ament the bean 我呢? 你げ wrong,你馬上奶少了。 呃 全乃有我 那就更加 应该一起过去啦 是不是 不是啊不是啊 三将军是要将你 五花大榜 呈去他的马前 那我和纵匡 才可以过去 嚇到夏侯 真不得了了 他都几乎要跳起出来 那你 你答应了 张辽有意 乃夏侯敦他说 是啊 不是这样又有什么 现在为了保命 对不起都要早次 啊 不要管这么多了 动手啦 那可以说 晃居居的 根本不知道张辽是开玩笑的 听见话动手了 立刻说 啊 说起他 啊 快快快快快快 哈侯敦这一阵 肥哥都没用 死蛇烂线 这样就叫张辽了 喂喂喂喂 文远文远文远 不是这么绝情下了 张辽见哈侯敦 这个臭臭 他就笑笑口话了 啊 吓吓你而已 就等你下下在这儿 吓我 看我死 老实说 张辽是敌 而且确是这么说 只好似这样的事 我文远嘛 还是做不出 虽然张辽是这么说 但我和张辽 总归都是敌人 我怎么能够这样做的 听见这么说 夏侯敦才定回来 他说 呃 呃 只要将他压倒过来 这边 这边地方开阔 我们三个 将他包围在中间 然后 就可以趁机脱身了 哇 那侯敦一听 看看地形 有道理 呃 是这样 呃 是这样 呃 谁过去引他过来 张辽说 叫做康去就行了 那你和我 潜在左右 重康就将他引过来 然后我们两个 在两边杀出 将他包围在中间 三把人 夏侯敦正见话 叫硬往去引张辽过来 他当然挡脚贊成了 那张辽说 哎 慢着啊慢着啊 有一层 就必须 预先声明 现在我们三个 已经跟皮力尽 三个打张飞 一角就勉勉强强 所以呢 一是 走不走 一走 就三个 一齐套 如果哪个先做 肃骨仔的话 回到他之后 顶不败那罪 就由他 一个人成功 那么夏侯敦一听 他明白张辽 是针对自己 才说出这番话 迟到如今 难听话 也不计较得这么多 夏侯敦就附和说 那当然了 现在我们已经是绑在一起了 要走 三个一起走 他把黑颤头押过来 我前面说过 他似 头大无脑 任人点 他眼看张辽 和夏侯敦分布左右 怎么来到 博令道口 对着张飞又说 你这个黑颤头 明见许柱这么说 张飞都笑 你亦特恨这么黑 许柱就说 你开大将军我 一如跟你决战三百个回合 你够不够胀 我不陪你 提到个打字 张飞祖就已经受到 恨心欲欲 对了当 好好好 旁边的汉兵 就立刻提醒三将军 三将军 你不要离开这里 记不记得上一次 军司叫过你 不要善离顺地 我走开 你们五周开就可以了 是 但是我们这么多人 都不及三将军你一个了 没有问题 你们跟我作为就可以了 说着 张飞对着海处大喊一声 你不要走 你 六将 抱抱 随着这一声 张飞已经捧着长矛 吹吹声 冲过去 一见这样 海处 回马就走 张飞 当然是紧追不放 大概追了半里 张辽和夏侯东两宫 就从两旁一杀杀到出来 而海处 立刻 调转码头 撥一声 向着张飞迎面 就是一刀 黑探头 你可看刀啊你 那张飞 立刻举起长矛之架 刚刚撥开海处的九环刀 张辽一把银大刀 就已经向着张飞的右脖 散刀过来了 三将滚 打嘴 小将你 不敢擒射 张辽的一刀 也被张飞隔了开 那边的夏侯东 看着张飞去隔张辽的刀 他向着张飞的大腿 一刀 你提唱啊你 你这个匹夫 你不敢浪瘫 就这样 张飞一个就打三个了 那三远敌将 向张飞围在核心 尽管张飞力大 一时之间 也被他们搞到 有招架之功 无还架之力 手忙脚乱 那么张辽和许柱 是专心在那里打 专心在那里杀的 肃骨仔夏侯敦 不同嘛 他扎家衣在那里打 老瓜就猛转 我们若那三个一起走 张飞肯定紧追不方 之后 一个先走 另外两个就纏着他 到第二个走 第三个就纏着他 当然了 最后走的那个 就赢底点 对着素 就是走 头先的那个 有着素 当然就少不了 夏侯敦 至于张妙说 谁先走 回到去 全部责任 狂举了 现在 怎么死都未知 想得这么长远 回到去 才算 由于有了这样的打算 夏侯敦那支枪 是炸甲衣在那里点的 点得两点 他静静收住长枪 然后一中马 向着波 零渡口 就冲过去 张飞那一千兵 又不是弓箭手 连箭都没带在身上 一见夏侯敦 衝过来 怎么挡 实仔怎么挡 大将 只好让开一条路 小大声 召唤着三将冠 夏侯敦 逃走 张飞听见了 他没生 反为笑 心想 夏侯敦的匹夫 走都没了 还有小张 和许柱 搞定他们两个 也不错 由于这样想 张飞也没追 就继续 和张疗许柱 打下去 张疗一 我估许夏侯敦 会出你一招 我已经证明过了 结果这个缩骨仔 还是没信用 如果许柱 也有样 学样 我一招 我一招 我还没很惨 不不不 还是送人 一想到来这里 张疗议收着刀 转转码头 向着霍宁道口 跳过去 一千汉兵 同样 是不敢阻挡 三将军 商鸟也走了 张疗许柱就说了 任何他走 小张手足 七餐头 还在那里 他走不掉 他就知道自己这一招 又被人找笨 又被人买 一边打 心就一边打 又死你了 两个心 当就当得好 原来 我是这样的 正华三打一 张飞就手忙脚乱 现在一打一 形势不同了 张飞的长矛 七七七出 从四面发疯 向许柱 搞到许柱手忙脚乱 在这一趟 许柱心想了 不不不不 这样打下去 我一逼五点 今天想说有命的话 看来就叫做 起码你只要 许柱 本来是部长来的 投靠曹操之后 曹操劝他 部长 本领再好 顶多就早个先锋 只有马上将 才能够做主帅 于是 许柱就重新练习 马上的战法 终于成了曹操身边的一员 超级马将 至今 他部长的本领 始终就没有凋方过 现在许柱立定心水 见张飞一矛刺过来 他双手打横 拿着九环刀的刀柄 向着张飞的矛尖 一按 张飞 当然用力向上 一按 去处射着张飞的雷道力 上脚在马凳上 一样个人向后退 趁到马裸油 就在马裸油里 就终于捏在地下 而空马就继续向前冲 冲到薄灵到口 就被看兵捉住了 现在 就要讲回 许柱 许柱 下马之后 他左手 拿着刀柄 身就打横分 是打得的 左脚伸直 右脚就捂住 等着张飞出手 张飞上当 就是这下 他不知道 在地下 是扎架摊 他以为 许柱是被自己 打了下 他这阵很有趣 你个陈感黑 问你怕没有 看着 张飞举起长矛 开尽力 向着 许柱 咳咳咳咳 看着张飞的矛 一路 张飞一矛 刺胸 刺 因为用力太大 按个矛尖 刺入二女头 去着 时时那时快 手肘一样个人 十声 站起来 等等等等等等等 拖着刀 向着拼 零渡口 冲过去 前面我说过了 海处这阵 没着盔甲 原先 又是暴将出身 跑起上来 就简直飞无腿 这样 张飞又大喊中计 很不容易 张长矛 吻出来 圈转码头 要追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那么海处 逃过了 博龄渡口 张飞也不追 看兵就围上来 说 三将军 你又中计 老将 又中计 三将军 海处的空马 被我们捉住了 是吗 是吗 哈哈 原理是咽 回去回去 回去 领功 是不是领功 三将军 你究竟 立了什么 说 哈哈 哈哈 要获战马一门 军师 说过 你运过 三元 敌将 一定走 才就 略有 尾功 看来 尾功的就是 你 这一匹 战马 是吗 哈哈 各位 恶忘山野两场大火 张飞就只是执死鸡 撈到一匹战马 都全为佳滑 你等他就全力收队 分繁城 矫灵 不说到 朱葛亮 都可以说 是神机妙算 他用兵 不但 变幻莫测 往往观察 人同物 还入目三分 对于 军情 进展的 推断 和估计 结果连 时间 地点 人同事 一点都没有 讹错 半分 七一点 的确 是妙得 可言 说到 来这里 其他 我都不用 多说 他 其实 说到 孔明 用兵 就不是 这么少 还有 很多 他 初用兵 之后 跟着 而来 是火烧 轻兵 还有 智寸 华勇 三弃 周瑜 六出 其山 七禽 万木 等等 之后 这些 就已经 是 孔明 再用兵 再用兵 当然 不是 初用兵 的内容 故此 孔明 初用兵 这段 故 讲到